比赛开始 好的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 身着蓝色球衣的是北区明星队 身着粉色球衣的是南区明星队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获为意外啊 今天南区明星队的首发 大前锋高颂啊 上来这个球是没有拿稳 北区明星队发边线球 给到李悦汝在45度持球 准备侧应 给到底脚迎着防守的三分球 初手很从容 今天对于姑娘们来说呢 其实也是在比较繁忙 比较密集的常规赛之后啊 一个休息和调整 我们今年2021至2022的 WCBA的常规赛 总共是进行了17轮 从11月14号就开始了 17轮比赛 赛程非常密集 甚至有背靠背的情况 所以在经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常规赛结束 紧接着从12月20号和21号 两天的附加赛 也产生了最终的八个名额 进入到季后赛当中 今天是12月23号 那么这一次全明星赛之后 再过两天到了25号 季后赛也就正式开始了 所以今天对于姑娘们来说呢 也是一个难得放松的机会 韩旭篮下轻松打进 现在南方明星队上来是命中率100% 对方明星队啊 今天还是 非常想要在外界先找到自己的感觉 连续的投射 连续不中 继续投 还是没有 那反过来说呢 南方明星队这一边打得就非常的务实了 利用韩旭这个高点逐动把球给到篮下 而且刚才在防守的时候 北方明星队也是并没有布置更多的兵力 在油漆区 你能看到大家对于这场比赛这种 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 都是非常轻松的 全面星赛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 但是对于这些顶级的运动员来说呢 这个胜负心啊 无论是什么比赛都会非常的重 所以我们先慢慢看啊 可能等到这个比赛不断的发展 特别是打到第三第四节 这个激烈程度会不断的上升 北方明星队现在要给出回应了 现在单节比分已经打出了一个 11比2的攻击波漂亮 黄思靖的外线远投 黄思靖作为一个四号位 有非常好的外线手感 这个赛季在常规赛当中 能够以48%的三分球命中率 每场比赛投进1.7个 他在国际大赛上啊 作为四号位他的移动 他的投射也是帮助我们球队 在进攻防守时候的一个法宝 一个法宝 欠场的满球 给到湖顶的三分漂亮再进 刚才是张如的三分球 韩旭 这个内线现在形成了一个大打小 韩旭这个赛季在内线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是展现出来了极强大的统治力 而且现在呢 身体素质也变得越来越好 漂亮 这边南方明星队投进了一个三分 中距离 北大女乔丹王莉莉 这个赛季在韩旭啊 从新疆队转回到了四川之后 扛起了球队进攻的大旗 本赛季长军得分 19.8分 排在联赛的第二位 越投越顺啊 这场比赛双方得分过百 还恐怕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了 第一位有夹击分出来 外线的机会 韩旭也来外线试试手感 长篮板给出来再投 这次投篮是大了一点 王思雨 站在游戏区的弧线的位置 直接抢篮板 发球线上有一个无球的侧影 给回到若侧 但是很可惜这个球没有投进 中距离是王莉莉的杀招 而且在今年这个秋天的时候的 当时秋天的时候的 全员会在三对三的比赛里面 王莉莉也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王莉莉的个人持球 个人技术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很多动作都是相当的 这个男子篮球化 像是一些拜佛的过人啊 一些这个单手的变相啊 手到擒来 漂亮 双方现在在外线投开了 李梦应该说这个赛季 只打了八场球 主要还是受限于伤病 应该说这段时间 她的恢复还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和世界女篮相比 在封线的位置 就是李梦这个位置上 是一个真正的强点 李梦的全面的伸手 这种不具对抗的球风 都会帮助我们中国队 非常非常多 投的越来越远 又是李梦 囚禁之后进入到官方暂停 南区明星队 这边是俨然一片欢乐的海洋 李梦手感真好啊 外线是连连投重 这次南区 全明星队的教练 南区明星队的教练 是潘薇和李光琪 两位指导 李梦拿到了15分 三分球六中五 同时还有三次助攻 和一个抢断 看这个第一节的状态 看起来是志在拿到 全明星赛的MVP啊 官方暂停回来 突破之后 很可惜这上篮没有上进 非常高的弧线 王雪蒙 王雪蒙也是一个国手 现在在山西队打球 本赛季的得分也是上双了 我们看一下 南方明星队替补席 五名队员准备上场 这是要五上五下 全明星赛嘛 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内线的横传球 幸福来得太突然 含蓄这个球失误了 出现了五上五下 镜头现在一直给到的是 南方明星队这一边 看看北方明星队啊 会换上来怎样的阵容 像是在CBA里面啊 广东队的杜丰指导 就已经把五上五下 平常并不常见的战术 变成了球队的一个特色了 当然在全明星赛里面 性质还是不太一样 杨树玉已经换上场了 杨树玉凭借在 夏天的 奥运会 现在人气是非常高啊 这个二次进攻没有打进 非常可惜 反接 来了 一船相当到位 又是王雪萌 上线侧应一下 给回到发球线 再向若侧转移三分球 单手的兜传 这个球的弧线稍微低了一点 杨树玉 杨树玉给得不错 漂亮球领人 两队的助攻数是六对九 杨树玉 杨树玉漂亮球进 赢着防守 好 更正一下 刚才不是杨树玉头的 但是第一节比赛 现在南方明星队的三分球 真的是连成串了 继续强者拉开往篮下给 继续强者拉开往篮下给 背后运球 被传出来 外线的机会 第二节比赛马上结束 看看有没有最后一投 这样的话非常流畅 大家投得也很开心的 第一节比赛就结束了 是一个我们大家能想象到的 全明星赛的展开方式 大家一上来的 并不会对抗的特别多 但是要在外线好好找一找感觉 两边第一节加起来 就拿到了60分 拿到了超过60分 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2021至2022赛季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全明星赛的转播 马上要开始的是 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两边第一节在外线 一通狂轰滥炸 现在比分已经是非常高了 一节比赛比完 双方加起来63分球 场上五人 张曼曼 杨树宇 金维娜 许晨言 王莉莉给过来 其实现在比赛打得有条步 也利用这段时间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WCBA的联赛吧 之前跟大家说过 在11月14号开始 今年的全明星赛 今年的WCBA常规赛 是正式开始 总共17轮 那么常规赛结束之后 附加赛 也就是第五名到第十二名 通过单败淘汰 角逐出剩下的四个席位 最后凑成的八强 也已经是出炉了 这一次全明星赛之后 到了25号 就正式开始季后赛 从八强赛开始 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紧接着半决赛决赛 那么在决赛之前 都是单败淘汰制 这也是增加了比赛的悬念 而最终的决赛将会三局两胜 诞生出今年的WCBA的总冠军 在常规赛的战绩上来说 应该说最亮眼的 肯定是四川队了 四川队常规赛 17战全胜 这是在0607赛季 81队那个赛季 常规赛全胜之后 又一个达成这一项 壮举的球队 四川队在休赛期是招兵买马 几乎是招揽了大量的国手 加入到球队当中 取得的成绩是让人非常的信服 另外一支联赛里面的顶级强队 就是内蒙古队了 内蒙古队上个赛季是冠军 所以作为未免冠军的话 这个赛季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 相当强的竞争力 除了在第15轮和四川队的 强强对话里面输球了以外 其他的16场比赛全胜 而且那场比赛也被很多人 视为是今年总决赛的预演 当时内蒙古队是在落后 20分的情况下 实现了比分的反超 但是很可惜 最终还是四川队笑到了最后 非常精彩的一场球 也希望这些进入到季后赛的 漂亮的传球 不过这个传球空间比较近 16号唐玉 目前效率于北京队 球风非常硬朗 场均篮板球是排在联赛的前列 基地传球 再给归的另外一色漂亮 杨树宇的伐球线中头 分出来 空位的机会 船远端 强侧 分出来 外线再投 打到了第二节 双方的命中率相对于第一节是有所下滑的 连续的想要通过基地球往里面给 最终是王莉莉接队友的传球 命中了一个半截篮 比分打平了 漂亮 打成了一个高地位的配合 四号位和五号位之间的连线 其实您看 虽然这场比赛作为全明星赛 大家外线三分球投的很多 然后反击快攻也很多 但是落入到阵地战的时候 大家还是一板一眼的在打战术的 杨树宇反击的上篮得手 骑马射箭 集团 二号位中华 二号位 专任 北方比尽罪 万人 大山坚新喜欢王学王 谢谢 有东西去花花 比赛 远特的杀技 目前 杨立维最近也是把头发留起来了 杨立维之前在常规赛的时候 有一场比赛受伤了 还是让很多关心的球迷捏了把汗 当时是颈部的受伤 现在看起来恢复的还不错 继续大面积的轮换 点出来 王莉莉拿到北深 来到中路漂亮 作为一名后卫球员 王莉莉确实伸手非常的全面 她的低位单打 也是自己的一决 已经掩护之后直接出手 非常果断 应该是张静一 小姑娘一会儿还要参加 中场时候的三分大赛 张静一今年是有一场比赛堪称壮举 张静一在 有一场比赛是投进了16个三分球 拿到了50分 50分也是这个赛季 WCBA的单场最高得分 常规赛的单场最高得分 王莉莉今天也是火力全开啊 加油 加油 李志勤 李志勤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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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明星的现在这个防守 好像稍微调高了一点强度 往上挂了一个挡位 好球啊 内线的一条龙 好球 黎如武 这个球真的不容易 黎如大中锋 反击的时候换到了左手 还带着点拉杆 顺步的突破 速度非常快 董克尔 董克尔本赛季 在三分球每场比赛的 场军出手术和命中术上 都是排在所有球员里面第一位的 不像第一节比赛 第二节比赛 双方命中率是有明显的下滑 而且主要是有一队 他投射的外线 相对于第一节是收回来不少 看来比赛策略是发生变化了 这就是反跑切篮下 接入反跑切篮下 自主动拿球调整一下 王莉莉非常非常的果断 14分14中7 这边又还了一个三分球 战术的犯规 进攻的时候造成了 北方明星队的二号 无大手冠队 北方明星队 看人 好 北方队 看下了 造命令 造命令 距离三万的连赛 接下来的级分29秒 南区队准备攻 需要收进一 这一节比赛 北方明星队打反击打得特别快 点一波 再给 很耐心 很无私 最后 哇 这可惜了 出手偏右了 第二阶比赛剩下50秒钟 站篮下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但是左手上篮呢 这个不点还是没有踩稳 再往篮下 给 点传回来 杨立伟 收球给得不错 杨立伟再给到跟进的队友 投进了 这是一个近乎压哨的进球啊 三 二 三 杨立伟今天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上半场比赛 双方几乎拿到了120分 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58比56 南方明星队暂时领先着两分球 应该说下半场比赛有相当多的悬念 看看吧 这组对决会不会让李悦汝和刘雨彤直接对话 这个球过于无私把球给传出来了 反击 来了 球进 运一步 直接起 漂亮 这个是黄思静的杀招 李梦 地板球的争强 李源拿到了篮球 给到了内线 过来协防了 好球啊 刘雨彤 刘雨彤在球队当中场均能够拿到16分 他的单打是效率极高的 我赢着防守投重 三分王上来就展现自己的神威 还一个没还上 要到篮下 起 这球没有找到合适的打板位置 好球啊 李梦这是对抗之后还带着点向后方的飘移 投进了 漂亮的变相 换防 掉到篮下 连续两次篮下都没有打成 第三次打成了 好像这个篮板从右侧打板啊 不好打 左侧看起来就更容易投重一些 固定的侧应 看篮筐 眼神的假动作 跑球 打板入框 那叫罗文立刻给到45度 漂亮直插篮下 杨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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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的视野 给出来 再投 黄思静非常准 黄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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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尽 静 双方现在这节奏推得非常快啊 以快打快 一回合的进攻时间往往在八秒之内能够结束 刚才这次上篮只用了不到五秒钟 黄思静 大个下快攻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黄思静 黄思静五中四拿到九分 这个球很可惜 防守其实已经是提到了上方内线空虚了 但是上篮没有上进 传得不错 少奖 刘雨彤在防守的时候速度较慢 刚才这次是要积极的补防 但是还是失了身位 换上韩旭 但是看看韩旭在哪个位置上 换上韩旭 但是换下的是 换下的是高颂啊 换下的四号位 现在韩旭是顶到了四号位 南方明星队现在摆了一个双塔 一个高一个壮 看看北方明星队怎么应对啊 有可能还是按照自己速度比较快的这个优势 不落阵地战 先来看看进攻回合南方明星队怎么打 右脚的落位 四处度侧应 给出来 韩旭拿到千场篮板球 给到队友漂亮 韩旭上来先做贡献 拿到千场篮板球 紧接着助攻队友 分出来 长篮板 在头 秋进 北方明星队避时就须 不和对方在内线过多的缠斗 调到韩旭的位置上 刚才这段时间黄思敬表现相当不错 现在也是换到场下调整一下 好球 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您所能看到的场上咱们这些全明星级别的队员 基本上前场篮板球的比例都是非常高的 就说明他们在球队当中 虽然说可能作为球队的当家球星有很多的特权 比如说就很多球队的当家球星在防守上 并不会特别的就是像工兵一样 但是咱们这些当家球星啊 这个拼劲做得相当好 进攻篮板球是非常能够反映一个球员的这种 战斗意志和拼抢精神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在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就看得很明白 咱们姑娘们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前场篮板球一点不收软 而且关键时刻的法篮相当稳健 走人缝灵活的运球 收球之后往来下船打了一个时间差 韩旭命中率70.4% 这是联赛常规赛的数据啊 这几乎是对于很多球员来说 法篮命中率都不一定有他的这个篮下强打命中率高 再来 游戏距离让韩旭拿到球基本上就是 能够让他拿到两分啊 好球打得聪明 看到了防守有一个沟通 一个大帽 快速的一传到位 一打零打进 李源这个赛季发挥相当不错 之前加入到国家队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而且个子也不高 现在这个赛季注册身高是1米70 但是打球有一个灵气 并且呢这个抢断非常积极 在场上速度非常快 这个赛季 李源和王思宇组成的后场组合呀 帮助山东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拿到常规赛的第三名 输的两场球就是一场输了四川 一场输了内蒙 快速推进没机会 闲阶段之后 借一个三分球没有投中 继续吊传 传得真漂亮好球啊 这球就在防守人的指尖 划过 最后是落到了自己队友的手里 这是李萌的招牌突破动作啊 右手运球之后呢 突然间炸球压低重心 然后走左路 李萌命中率50% 九助攻19分 王莉莉 眼神的假动作 好球 哦漂亮 李萌命中率50% 李萌命中率50% 王莉莉 哦漂亮 李萌命中率50% 李萌 这比赛现在打得好像激烈起来了 突分 给过来 这是一个抛头打劲 左右手很均衡 抛头 挡差质量很高 再给李萌杀进来 依然是走左路漂亮 屡试不爽的绝招 继续反击 王莉莉再来漂亮 说了太多漂亮了 这段时间李萌和王莉莉两个人啊 交相辉映 追深的三分 李萌 李萌再来追深三分 都跑累了啊 稍微休息一下 刚才几回合 衔接的节奏太快了 还要大快 球进 王莉莉今天状态相当好 哦 本节的三分球对比啊 南方明星队九中一 应该只有李孟投中了那一个三分球 连续的运球过人 但是球拳还在这边 哎哟 确实这边的篮板啊 右侧打板容易溜出去 球进 杨树宇的三分球 经过了中场的三分大赛之后 手感有所回暖 第三节比赛看看最后一攻 南方明星队有五秒的时间 完成第三节最后一攻 两秒 胡顶的三分 短了一点 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情况啊 双方现在是打成了92平 马上就是第四节比赛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2021-2022赛季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全明星赛的转播 马上是双方的第四节的决战 双方今天呢 以各自不同的方法 以各自不同的风采 为我们奉献了前三节的比拼 马上又是一个激烈的第四节了 而且我们真的会感觉到 打到第三节中后段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啊 这种认真投入程度 相对于之前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而在第三节当中呢 表现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像王莉莉 韩旭 还有李梦 打得都非常好 好的 这是对抗之后 上篮打中 强色人比较多 中路做一个双眼后 胡顶直接投了 还是要给回到王莉莉 王雪萌的很多技术动作 是值得拿这个慢镜头的回放来看的 技术细节非常的扎实 对抗之后 之前在大学打比赛的时候 经常有一场比赛 拿三十多分四十多分的出色表现 比出来还是要打李梦这个点 迎着防守直接投啊 积极的拼抢拿回到球权 杀进来有些防 李梦杀到游戏区里面 像是成功率像是一个中锋一样 李梦28分了 好球 张静一 不光是外线三分准啊 持球能力也非常出色 又是一次五秒钟完成的进攻 北方明星队这场比赛 把大快贯彻了一整场 李梦 李梦这段时间三分的命中率 是有所下滑的 好这边 古董龙五十六 南方力往前二分 点子 一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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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王莉莉的身后一个盖帽吗 李梦的命中率很稳定啊 外线投一个 如果要是投不进的话呢 接下来下一回合会大概率在内线去尝试完成进攻 所以依然维持着一个很高的命中 有的时候在场上你是需要这样灵活的调整的 不能说一直和自己的手感来较劲 这一次依然选择走篮下对抗之后左手上篮 王莉莉给到篮下好球 打了一个标准的挡抬之后下顺的配合 李梦又来了 好球 五方明星队打到了第四节现在 外线的出手 不追求次数啊追求质量 刚才双方这一组人打了很长的时间 换一组人 这边 这边 李梦还在场上 球队的大面积轮换还是把李梦留在了场上 非常漂亮的一个回头望月 其实双方现在还在是拼手感 就是比谁进攻的成功率下降 中锋 组上来 中锋的防守呢是收在留七区 所以给了王莉莉中距离的空间 这是王莉莉最喜欢倒下之后进行的进攻选择 21分 11个篮板球还有六次助攻 甚至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拿到三双 徐黄 队友和自己之间都太熟悉了 知道这个动作是假的 没有吃谎 回过来变成了个外线的打板三分 出现了失误 反击回防得非常快 大范围横向的转移 出手偏右 但是篮下拿到了篮板 这次投篮更像是一次助攻 李月如 扛开 造成犯规 李月如 李月如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 他的场均命中率 作为球队的一个进攻核心 每场比赛要出手十几次 但是命中率能够维持在71% 这在所有的球员里面 是排在第三的命中率极高 而他的阀篮命中率呢 是70.3% 也就是说他的运动战得分 甚至比阀篮效率更高 第二阀命中 第二阀命中 李月如在篮下发威 那么这一边呢 就把韩旭换上来 压一压时间打质量 反跑接球 给到了45度 运球调平下直接出手 前场篮板的中强 李月如 李月如 这个对抗啊 这是总决赛级别的对抗 张静一 张静一回敬了一个三分球 张静一这个投篮的动作太漂亮了 张静一 投篮球出现了植物反击 王莉莉 王莉莉 王莉莉场均用2.3次抢断 这也是为联盟前列的篮下 韩旭空了 严吟 严吏 空了 给王莉莉 外卿传导一手 手提手给回到王莉莉 再给过去 这是一个协防的大帽 过 来来来 还是在那线构建近飞区 好 好 来来 李月柔和韩旭之间的直接对话 李月柔在篮下非常深的位置拿到了篮板 直接是放篮得手 现在双方的分差拉开到了5分 刚才几回合李梦是没有处理球 应该是在场上一把体能稍微调整了一下 又要对内线发起攻势了 李梦今天对篮筐的渴望是非常犀利的 韩旭手提手给出来 李梦想要钻人缝 这个球跟韩旭没有产生默契 中间通道锁死了 杨立维快速地推进 给回到李月柔 王立维 挡场没有挂住人 回到湖顶 短了一点 长篮板 又是北方明星队拿到再给篮下 前场球 北方明星队今天敏捷属性非常高 每一个球都在争 而且比赛的这种专注程度 是显得很认真 谭笑间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1分50秒了 李梦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想要为帮助球队得分 但是他在下半场比赛的这个三分球手感啊 不像第一节那么火热 运一运找找节奏 半截篮 7分的分差 1分41秒的时间 这段时间的比赛得认真地来对待了 投进之后 叫了暂停 来看一看吧 看一下王莉莉 其实平常打比赛的时候 王莉莉就是这个风格的 处理球非常的果断 能够攻的话 自己立刻攻 不能攻的话 交给队友来去组织 自己立刻攻啦 就帮助手感到超级一个不可论 还能够攻击 - 现在这种图片里面 厉害厉害厉害的 这就是显然啊 都处理球 王莉莉 心灾整 心灾牠 心灾牠 天生 快损 - 和 他组织 他们授羞 好 这是王莉莉之前的一个精彩的封盖 李梦屡试不爽的左路突破 我觉得刚才这组镜头还是交代的比较清楚 假如今天哪一支球队获胜的话 那么南方明星队获胜应该李梦就是本场比赛MVP 如果北方明星队获胜的话 王莉莉应该是这场比赛的心中之星 暂停之后李梦没有改变自己在外线上的这种执着 但是这一次手感非常好投进了 四分的分叉 指挥队友跑位给回到45度 王莉莉 给出来 虚黄杀入到中路 利用自己速度的优势 这是黄思静除了投射以外的一大特点 速度快 黄思静效率非常高 全明星赛拿到两双 南方明星队现在其实还真得去认真来处理 六分并不是一两回合能够追上的分数 这个球 险些是回场 还是头三分不进 防守篮板球 北方明星队保护得相当不错 进入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假如这一回合打进的话 那么北方明星队将会取得至少八分的领先 黄莉莉 横向的转移 给到第一脚空位的机会 还是没进 但是抢到了前场篮板 给防明星队今天篮板球抢得太出色了 黄莉莉往篮下掉 球进 领先八分 比赛时间剩下三十秒钟 南方明星队非常难了 还是给李梦三分球 拿到了篮板 要把比赛节奏放缓 应该说比赛失去悬念了 最后不打了 那么比分就定格在了 128分比120分 要恭喜北方明星队 获得了今年全明星赛的冠军 姑娘们非常的团结 大家好像也都在恭喜王莉莉 虽然现在还没有颁奖 但是大家觉得 王莉莉是这场比赛自己球队的心中之心